原标题 和韩国究竟谁是战国最弱的国家 估计需要认真的争论一番 由于位于中原地区 韩国介入了战国时期的很多重大事件 与韩国相比 燕国的存在感就低得多了 除了燕昭王时期的短暂崛起之外 燕国没有太大的重头戏 作为战国中最正宗的天子风国 燕国为了没有一点机会呢 一、燕国是七个强国中 最正宗的风国在西州建立以后 周天子册封宗族子弟到各地 其中赵公被封到了燕国 赵公的子孙一直控制着燕国 到了战国时期 随着不断的战争和兼并 周天子册封的宗族封国中 就只剩下了鲁国和燕国 随着鲁国的灭亡 燕国成了血统最正宗的天子风国 在和平时期 血统的亲近性非常重要 可是在战国那种混乱的局面 连周天子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就更不要说其他宗室的 作为七大强国中最弱的一个 其他几个国家经常拿燕国开术 燕国虽然是强国之一 但是与其他几个强国相比 存在明显的差距 即便是面对韩国 燕国也没有多少优势 在大争之势 与强国争霸 需要依靠势力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北部的国家 地盘主要是河北省的北部 清津地区和辽宁省的一部分 按照现在的标准 这些地区属于非常富庶的地区 但是在战国时期 则属于标准的苦寒之等 由于气候比较寒冷 再加上国境内的山岭比较多 燕国的耕地面积 还不到韩国的一半 耕地面积少 自然无法养活大量的人口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人口最少的国家 人口稀少 直接影响了生产力和征兵的数量 由于自身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燕国始终没有能力南下与列国争霸 由于自己是周天子的正宗封国 燕国研究了大量的老规矩 而没有进行变化 故不自封阻碍了燕国的发展 燕国与周边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 燕国错过了南下最好的机会在北部草原上 活跃着很多游牧部落 这些游牧部落时常南下 赵国和燕国都是苦不堪言 燕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防御北方游牧部落 真正能够抽掉的军队数量不多 在燕昭王时期 燕国进入了鼎盛时期 向南进攻齐国 打敌齐国几乎灭亡 向东击败了东湖部落 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辽东地区 但燕昭王去世以后 燕国再次进入了无不轻重的局面 其实 燕国错过了最好的发展阶段 燕国有两个邻国 分别是赵国和齐国 齐国虽然经历了五国伐齐的浩劫 但受此的骆驼逼马大 燕国没有能力消灭齐国 是与赵国 则是战国的后起之秀 经过胡扶齐设之后 赵国成为了东方强国 面对这样一个国家 燕国不敢辱 动挑衅 燕国并没有放弃 趁火打劫的机会 在长平之战中 赵国丧失了四十多岸精锐力量 东方强国元气大伤 此时的燕国前后两次进攻赵国 准备趁赵国元气大伤的机会 占领赵国北部地区 结果 十万燕军几乎全军覆没 连燕军统帅都被斩首 由于屡屡与周边各国交捂 燕国没有可靠的盟友 最终选择了遥远的秦国 按着秦国远交进攻的战略 燕国的投靠正好符合秦国的利益 在战国后期的战争中 燕国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在秦国逐步消灭了赵魏涵等国家之后 燕国才感觉到了压力和恐惧 派遣荆轲准备刺杀秦王嬴政 其实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形成 即使荆轲成功地刺杀了嬴政 秦国也会出现新的国军 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燕国的困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盧